大家好我是队长 欢迎收看本期队长一周大事 首先死日三大陆确定上映 电影将职业关联复联6 其次 梅队4的重拍内容曝光 蜘蛛侠征服者康差点结盟 而DCU首部作品也传承了首份剧透 那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 本期的一周大事吧 就在本周一 范围影业官方宣布 万众期待的死士与金刚狼 大陆即将上映 并且同步北美7月24日登陆院线 还发布了中文特别海报 同时还宣布将在7月2日 于上海举办全球首场首映礼 届时死士和狼书 以及导演肖恩利维都会出席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中文海报的最上方 特意写了18岁以下观众谨慎观看 这让许多观众粉丝猜测 这次引进的版本究竟有没有删减 对此多方都给出了爆料 首先是外媒报道 此事与金刚狼中国内地院线版 确实有一定的删减 但是删减是由迪士尼漫威 重新拍摄剪辑后的版本 就比如金刚狼捅装布 就可以改成了捅大腿这种程度 修改删减主要集中在脏化和血腥镜头方面 并不会像此前金刚狼3大陆版那样 大段大段删减的情况 据说这次的删减已经做到了最小化 一些在过去审核中 可能涉及血腥暴力的镜头 这次也被大部分保留 因此才特别加上了18岁以下 观众谨慎观看的提醒 报道特别强调 这次死士3大陆院线版 并没有影响叙事的完整 和死士的精神 与当年死士2和爱我家版完全不同 此外 根据内部人士透露 死士与金刚狼将会为复年6预热 不论是剧情还是演员阵容 死士3都将会直接关联 也就是说 脱比蜘蛛侠等大量漫威经典角色 依旧有可能在影片中登场 最后也特别聊一聊 死士3首映里和电影档期方面的内容 首先首映里是7月2日 主要是电影主创来华宣传 为电影造势 届时官方会邀请许多网红大V 以及名人到场宣传 通常活动当天会播放电影10到20分钟的原片 但不会播放全片 主要也是让受邀嘉宾帮忙宣传 至于电影全片 一般要等到电影正式上映 或者提前点印 大陆的话上映档期是7月26日 但港澳台会提前两天 也就是7月24日 并且也是未删减的原版 大家如果想提前看 或者想看未删减的 也可以去这三个地区观影 至于提前点印 之前的蜘蛛侠纵横宇宙和闪电侠都有提前点印场 而我也恰好都去了 通常会比正式上映提前一到二天 也是需要自己买票 或者找观影团报名 大家如果想要提前看的 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消息 如今死士3已经正式官宣 就希望手影里能早日放票 或者更新进一步的动态吧 根据外媒爆料 漫威新作《美国队长4》美丽新世界 近日正在进行的重拍细节曝光 而这次的消息原来 虽然标出的还是MTTSH 但是据说啊 这个消息是在直播的时候口头透露的 所以其实我也没找到具体的出处 因此呢我也只能将其归结于 这个账号的爆料 可信度有待考证 不过作为参考还是可以了解一下的 关于《美对4》重拍 具体的爆料内容如下 首先漫威重拍《美对4》 并不是此前大家预想中的大规模重拍 仅对开场第一幕和电影的最后一幕 进行了重新拍摄 而理由是在此前的多次内部适应中 这两个场景的反馈很差 因此漫威对这两个场景 进行了针对性的重新制作 但另外重拍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加入炸鸡书实验的神秘角色 并且完全移出了这个场景中 毒蛇帮所有的戏份 据说仅保留了 罗莎萨拉查饰演的响尾蛇 至于炸鸡书扮演的角色 并不是漫画中的大人物 但却是漫威电影宇宙中的重要角色 定位类似于此前登场的瓦伦蒂娜 也是一个贯穿未来漫威电影的常驻人物 而被移出的毒蛇帮 也并没有被漫威完全放弃 他们会在另一个项目中登场 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 此外 没对四的最终对手是洪浩克 这次重拍也特别延长了最终大战的时长 此前适应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就是最后的战斗太短 因此漫威重制了这场决战 我个人感觉重拍的思路和方向是没错的 但最终的成品是怎样 就得拭目以待啦 关于漫威的刀锋战士难产 相信大家也都听说了 在经历多次修改重作后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 漫威新作《刀锋战士》再次失去导演 据悉 原定指导《刀锋战士》的导演杨德曼格 确认退出本作 而这也是这部电影第二位退出的导演 至于理由目前并未公布 并且曾负责《雷神3》《诸神黄昏》 和现在负责《雷霆特攻队》《神奇四侠》的编剧 埃尼克皮尔森 目前正在为《刀锋战士》撰写剧本 本片自2019年宣布以来 已经更换了六位编剧和两位导演 但至今仍然难产 而知名帮料账号透露 金刚狼3的编剧 但很快主演又出现了问题 根据外媒透露 虽然漫威人没有放弃《刀锋战士》的制作 但是主演马克·沙拉·阿尼 因为电影迟迟无法开拍 已经萌生了退役 只是目前双方还在拉扯中 而对于这一点 阿尼的律师不会读 今天也在采访中 表达了自己对电影《刀锋战士》制作进度的看法 他说到 身为演员 要时刻为一个不知道能否开拍的项目 保留档期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耗费心意的事 如果换成别人 可能早要挑则走人 相比之下 我反倒觉得阿尼都算是好脾气了 同时还有小道消息称 刀锋战士迟迟无法开拍的原因 还跟凯文费奇对这个项目不是很上心有关 不过这个消息只是传闻 目前尚未证实 但我个人觉得 费奇曾数次主导重写剧本 应该也不存在不上心一说 只能说这背后可能存在很多阻力还没被披露吧 目前本片已确认将于2025年11月7日上映 不知道能否如期制作 此外 之前一直盛传的《午夜之子》项目终于有消息了 根据最新爆料 此前曾为《金刚狼3》专写剧本的麦克尔格林 被爆出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电影《午夜之子》 并且为本片撰写剧本 麦克尔格林此前被漫威要来重写《兜风战士》的剧本 在基本完成创作后 漫威尼克雇佣了新的导演 协助格林完成剧本润色工作 并且还和格林签约了新的项目 也就是《午夜之子》 这个《午夜之子》是漫威早在前些年就传出已经有规划的项目 类似于《复年》那样的集结电影 成员都是一些偏向黑暗 魔法和灵异侧的角色 诸如奇异博士 《暗夜狼人》 《内人体》 《恶灵骑士》等都是这个团队的成员 而此前指导了《暗夜狼人》的麦克吉亚奇诺 有望负责这个项目的拍摄 未来很可能主导漫威魔法暗飞仙的主要创作 根据知名帮要上号透露 漫威曾计划和索尼针对多元宇宙规划进行过深度合作 据悉 在多元宇宙规划早期 漫威和索尼曾迎来一段蜜月期 在这期间 双方曾达成约定 将索尼蜘蛛宇宙和漫威电影宇宙逐渐融合 关于这个规划 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 最明显的当属在《英雄无归》的最后 特别让独夜在漫威电影宇宙 留下了一块共生体的碎片 这就是在为双方合并做准备 但许多粉丝不知道的是 漫威和索尼其实还谈过另一个更深入的合作 那就是让索尼拍摄真人版的《蜘蛛侠2099》 然后在恰当的时候 让蜘蛛侠2099和征服者康结盟 以此帮助康成为漫威多元宇宙的霸主 显然漫威当时也是看中了 纵横宇宙背后的巨大潜力 因此想让双方的多元宇宙核心达成年动 如若达成规模也必定十分宏大 但最终索尼却拒绝了这个邀请 理由是索尼觉得这样做太冒险 因为这个规划既遥远又过于庞大 索尼担心后续难以控制 因此没有接受 虽然一直以来索尼都被调侃成小华纳 但也正是因为索尼这种被嘲讽为短视的风格 在这次的多元宇宙规划上 和漫威比起来反而是损失最小的 由于引人3的失利 以及征服者康扮演者乔纳森梅杰斯的官司 使得漫威的多元宇宙之路越发艰难 索尼当初没有下重铸 如今也算是躲过了反伤的雨波 但索尼的问题也同样明显 那就是自身缺少有竞争力的创意 此前莫比亚斯毒液2蜘蛛夫人连续扑接 对上本次和观众对索尼逐渐失去了耐心 虽说前段时间的毒液3拉回了不少期待 但对于索尼未来的规划 客观来说还是相当堪忧的 只能希望毒液3能智能起来 挽回当中的新人吧 另外说到毒液3 有报表称 共生体之神纳尔确实会在电影中被提及 但并不会出现 预告中出现的共生体大怪物 就是纳尔派遣到地球寻找毒液的 为的是毒液脑中的多元宇宙知识 纳尔希望依靠这些知识入侵其他宇宙 就怎么说呢 你又没有考虑过啊 你去多元宇宙 不仅要面对MCU的康治议会 还要对付2099的蜘蛛军团 安心来索尼堂的他不香吗 非得没事找设作干嘛呀 对此各位怎么看呢 关于DCU一直以来 只有一些零星的碎片新闻 作为DC新宇宙的第一部作品 生物突击队 今日首次爆出了故事背景 据悉 滚岛在安那西电影节上 讨论了生物突击队的故事背景 确认这支队伍组件的原因 和此前的新自杀小队密不可分 滚岛透露 生物突击队的故事 紧接和平使者第一季的结局 阿曼达沃勒因为新自杀小队中 遭到下属和小队成员的反抗 让他意识到 即便手握对方的性命 他也不能再冒着生命危险 去执行那些有道德争议的秘密任务 因此他决定放弃人类 转而招募一群比反派还不合群的家伙 以代替和平使者或者自杀小队 执行一些更危险的任务 而他的目标也不再是人 则是一些真正的怪物 这证实和平使者也隶属于DCU 并且滚岛强调 生物突击队将会带来真正的趣味 他已经迫不及待将到剧集正式开播了 此外滚岛还表示 生物突击队将于12月上线MAX平台 在那之后就是超人电影 并且会在故事中引出和平使者2和超级少女 DCU的规划能否顺利铺开 就得看年底的生物突击队能否打响第一炮了 那以上就本期周大师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喜欢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